花姐 我有事想問 網上見面會 哈囉 花姐 你好 嗨 我是Phoebe 神套 剛才我聽完你跟每一個粉絲的對話 其實我真的覺得你好好 你真是個個都這麼疼 個個都很了解 謝謝 謝謝你 我想問一些關於教主的問題 我代表很多神套 我想問一下 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教主做過什麼 或者什麼事 或者什麼工作 你覺得是很驕傲的 令你驕傲的呢 他做很多事都很努力去驕傲的 因為他努力到你會叫他停的人 通常你有努力的人都說 你要努力 繼續努力 但是他的努力是叫他 夠了 不要再跑了 你要停下來 他現在努力到這樣的人 為他驕傲的 我很開心 他可以拿到媽媽 很開心 我見到Mr.Tranger的應援 我見到很多粉絲 海外的朋友 對他的支持 我覺得很招待他 幸好這個兒子 他不會因為這樣而驕傲 然後就停了 他繼續努力 繼續跑 所以每一個作品都給予新鮮感人的 我覺得這個兒子 我敢說 他是12個裡面 我認為他是撐得最多的人 很大力撐的人 不過我覺得你要勸他休息一下 會的 我們會 我們經常都很擔心他 經常都這麼多個小時 大家都知道他之前 真的天天都沒有交好分 其實每個人都很緊張這件事 是的 比如有些神徒都會發訊息 地罵我的 幾乎我錯 發訊息地罵我的 你怎麼可以這樣寫 這樣設計給教主 但我想說他Anson Lo的性格 就是他永遠如果中間有三個小時 他都寧願把那三個小時 接著去做健身 學唱歌 他都會把自己濕爆的人 你獻一下他不要叫他那麼辛苦 你自己休息一下 好 我們會 我想問 教主經常貼車坐 但沒有被家用的 你經過這麼多時間 有沒有什麼搞笑的對話 可以分享一下 搞笑? 搞笑? 我們有沒有搞笑的對話? 我想說我們其實 平時搞笑的可能你們都看到的 我們在車的對話的時候 我們都比較內心 例如我們有兩方面 是工作 我們會在我的車上說 很多關於他未來的計劃 他未來的歌是怎樣 例如有些工作我們應該接 我們會在車上討論這些 如果在私底下 我們就會討論一下 記得昨天才跟他談完 他覺得做事做得很辛苦 然後他就會問 究竟我現在在追究什麼呢? 我的努力大家看不到呢? 到有一天我追到的時候 然後我又要做些什麼 令到大家 不會令大家失望 因為其實 阿Lo是一個很喜歡做事 所以我們的話題 很多時候都不來做事 沒有搞笑的 我們很認真的 明白 他真的很勤奮 大家都知道這方面 我想問一下 初期在Coco演唱會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那裡有眾多舞蹈員 為什麼他有哪個位置 令你看到他可以叫他進來做星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他跳舞真的很大力 我記得Coco有八個舞蹈員 四個男舞蹈員 四個女舞蹈員 他每一次跳舞的時候 你都只看到他 因為他真的很用力在跳 他平時我們在排舞室 他都是用力大大力的跳舞的 我已經很留意這個人 而且這個人 但是他叫我不要說 我經常都這樣 我覺得他很八婆仔 就是他一個八婆仔 他就突然跳完舞 很大力很有型的跳完舞 然後他就是八婆仔 就在那裡聊天啊玩 這個男生是令我很留意他的 為什麼一個舞蹈員 可能不知道一個舞蹈員在後面 但是你竟然有很多專注 他都去到 我就覺得他很有可能 很魅力 那我就屈了去參加《全民造成》 是屈的 記住是屈的 就是他初時都是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的 都是靠你說服他的 我沒有說服他 就是他沒有想過自己要參加比賽 就是他有聽聞有這個比賽 不知道很多舞蹈員都會參加 他就沒有想過 他就想著那時候都是專心教一條舞的 但是我就走過去就跟他說 那時候我記得我連名字都不知道他是誰 就記得Anson 我叫Anson 我搞這個節目你參加 我會打給你的 那我就結束了 我沒有想過他答不答應 我就逼他參加 這就是緣分 其實大家就是 可能沒有編排 反而這件就會成事 對 我覺得真的是緣分 因為其實他很少跳演唱會的舞蹈員 其實他也是那次剛巧跳 我真的很幸運他有做Coco演唱會的舞蹈員 對 他沒有走這條路就認識不到我們 我想問他這麼認真 其實平時是否不是白艷 都用不了白艷這個字形容他 他也是白艷的 如果他黏著Edan、姜濤、Jer 就白艷就不得了 是不停地說話 如果一排舞他們就四個朋友 隊長叫 我們現在開始排舞來玩音樂 他們四個一定不是馬上去 所以經常被我們罵 可以認真一點 但我又沒有怪他們 因為他們不是經常都可以一起玩 他們都是各有各忙 可能有十二個月活動才會出來 但他的白艷是活潑可愛的 不是令人討厭的 我想問最後一條問題 教主之前曾經說過 花爹你從來都不覺得他是英俊的 現在他試過不同的造型 又成熟了那麼多 我想知道你有沒有改觀呢 即是你很想是我 在你面前稱讚他英俊 其實你覺不覺得他英俊 喂呀 為何要逼人稱讚他 你在我心目中 他光看是最英俊的 而且我欠他 我想說盧漢廷是有英俊的時候 真的 但他最英俊的時候 是我私底下見到他 可能沒有化那麼濃妝 私底下跟你聊天 很舒服的人 那個是最英俊的 即是他身邊有一個暖男 即是他真的是暖男 他真的是暖男 他真的是暖男 很關心很溫柔的 即是跟你聊天 你說那個多英俊 如果換了很汪漢的頭就更好了 選迫人稱 謝謝各位粉絲 接下來花姐 其實我們有一些綜合的問題 Michelle哈記 好 就是幫Denise問 Frankie剛剛完成了拍攝之外 會不會有機會做綜藝主持呢 他現在還在拍另一部劇 這部劇也很大的發揮 其實這部劇也是跟Stan 應該是野人同事 一起拍 終於是未有計劃 看看拍完這部劇之後 Jerime 今年有沒有其他作品面世呢 當然有 他是今年的新人 很快 他六月應該會出另一首歌 今年他應該會有三首歌 因為他是今年的新人 希望他也可以有機會 勁逐到新人獎 他的作品也很大迴響 另外 Jerime和Alton 今年兩個Solo 還有這麼多迴響 會不會有機會Season 2呢 這不是我決定的 希望公司給機會 希望 亦都有Facebook的朋友問 為何MIRROR會有12個這麼多呢 通常組合這麼多人 很難兼顧 會不會怕不夠分呢 即是很難兼顧 還是不夠分呢 我想說 12個是 當初我說要簽不止12個 但是 後來我說 好吧 你真的要簽這麼多人嗎 但是 我經常覺得 就是因為沒有 十二個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我想在團中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男生 所以我覺得十二個 對我來說已經不多了 其實我本來想更多 但是 是否很難兼顧 是真的很難兼顧 如果一個工作也要分12份 沒有賺那麼多 或者是 我們很難一次照顧12個 但是 你又這樣想 因為他們十二個人 所以更多人 可以互相支持大家 令到他們有力氣 走得遠一點 我覺得十二個是一個很好的數字 不是說少得好 反正現在 當然他們一齊 可以鼓勵大家 是很好的事 另外有些朋友問 很想看Tiger仔跳拉丁舞 會不會有機會 有一個 跳舞的節目 社交舞的節目 做solo 現在應該沒有這個節目 但我可以幫你反映一下 我都覺得Tiger仔跳拉丁是挺吸引的 我相信粉絲問這個問題 亦都是想提醒你們 其實他這個才能 很多人想看 希望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接著花姐我們還有一條問題 這個真的是你自己的了 製作的節目 就成就了MIRROR12指 ERROR4指 還有現在的COLAR 給他們一片光明的前途 但是對你自己個人來說 會不會人生觀上有什麼影響 人生觀嗎? 我覺得我的人生觀沒有變過 我也不想自己的人生觀變 我希望這個世界很簡單 我希望每個人都很開心 做到自己喜歡的事 這是我的人生觀 我媽媽從小到大高學 總之做人不需要太複雜 你很努力 做到自己喜歡做的事就可以了 但是我看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變了 我接觸的東西不同了 我做的工作性質不同了 的確是令我的人轉變 但是我不希望這些轉變 會影響到我自己 好 那在這裏 我也要跟花姐說一聲 因為這些都是粉絲的要求 因為你造就了這班星出來 也都某程度上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對於香港人來說 甚至乎我們在海外的香港人來說 就是想跟你說一聲多謝 因為你造就了一些機會 令我們都聯繫起來 團結起來 真的我要代表他們 跟你說一聲多謝你 我也很多謝你們對我MIRROR ERROR的支持 很多謝你們 很希望你們繼續支持他們 花姐 我有事想問 網上見面會來到這裏 已經圓滿結束 逍遙國度BravoLife 期間限定粉絲福利 召喚頭巾兵團 生粉薑糖 Hello 神圖 雀屎皮寶寶 蛋白粉 Team Stanley Unicorn 小婦隊扭扭粉 想重溫一年五集的話 快點用手機去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 下載Fairchild Radio App 然後選選逍遙國度 節目重溫 你就可以聽完 一年五集的花姐 我有事想問 榜上見面會 有事想問 他有需要的去發掘